我是在一本书上 它上面提到了龙飞火车 六个月学会一门英语的这本书 所以我就买了那本书 我看那本书上那些理念都还不错 于是我就买了公布英语 完全颠覆我们以前那些学习的一些方法 像自说自录 还有像Philiphan Phosphonics 很多板块都给我很顺利的印象 它对我们的要求 它一开始并不要求我们去听懂 而只是要求我们听清 让我们听它的节奏跟旋律 让我们自然而然 就形成英语的一个思维 我觉得很好 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我玩 我觉得公布英语 让我感觉很轻松很愉快 我觉得每天学习不像以前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任务 我觉得现在学习是比较一种愉快的一件事情 上班的途中 或者是我在稍微有点时间 我都可以把工夫英语拿出来学习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些这种课程的设置 比如像那个Philiphan Phosphonics 我觉得它比如说对我们这个纠正我们的语音 也很有帮助 也很有效果 主要还是它的这种学习的特理念 那几个例子 就是像那个Philiphan Phosphonics 去听它的声音 然后我们再去模仿 模特儿它的这种嘴型 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觉得最提高的语音 提高发音 很有帮助